前天核二厂一号机突然发生了断电跳机 这个时候刚好又碰上了核一厂的一号机组 也正在碎修停机 所以这是12年以来 第一次北部两座核电机组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形 造成北部供电是十分的吃紧 而在经过紧急的南电北送之后 才暂时解决问题 台电今天表示核二厂跳机是因为发电机出现故障 并不是反应炉的问题 所以没有辐射外泄的疑虑 而在今天下午核二厂一号机已经恢复供电 明天上班日可以正常供电 全台近来炎热高温 国内用电量频频创下今年新高 不过核二厂一号机二十一号下午 却突然发生跳机事件 加上核一厂一号机也税修停机 造成北台湾近十二年来 首度有两座核能机组同时停机 供电缺口扩大至一百多万千瓦 如果周一上班日核二厂一号机 仍不能启动 北部供电将拉近爆 台电表示核二厂的跳电原因 已经排除周日下午恢复发电 不过台电也坦承 核二厂一号机过去五年 又有三次跳电记录 在维修上确实有改进检讨空间 由于核四公投案 下周已经排入立法院临时会讨论议案 此时核二厂的跳电 也引发立委要求彻底检视 核一核二和三厂的运转安全 不过夏季用电高峰的此刻 核一核二两座核能机组同时停机 也让限电的危机浮现 记者林玄吴家宝台北报道